同樣是情緒暴走 但這竟然是砸了自家的店來泄憤 新唯市土城有一家窩仔機店 老闆邀請了親戚來到店裡頭喝酒聚會 就在大家喝得正開心的時候 他的太太好心提醒說要早點回家了 結果頓時讓老闆情緒大失控 不但是不要罵了不雅字眼 還說你沒看到我在講事情嗎 當場翻桌砸了自己的店 男子喝得醉醺醺 邊講話還邊錄影 只見店裡面亂七八糟 桌子翻得翻 椅子倒得倒 翁仔機碎屑 酒瓶杯子通通灑滿地 甚至還有人拿起盤子 直接往後方的冰箱砸去 弄破了 翁仔機店裡一片凌亂 影片被PO上網 第一時間大家都還以為 是客人酒後鬧事砸店 沒想到案情大逆轉 居然是老闆自己砸自己的店 逆破狀況就發生在5號晚上10點多 老闆邀請親戚到自家 位在新北土城的翁仔機店 喝酒聚會 就在大家喝得酒汗耳熱的時候 他太太好心提醒該早點回家了 沒想到夫妻倆為此吵了起來 老闆氣到大喊 你沒有看到我在講事情嗎 更飆罵不雅自演 最後這間大失控翻桌砸店 所以沒有人受傷而被砸毀的冰箱 店家已經連夜修好 只是黃湯下肚一個不高興 就砸自己的店泄分 這下不僅得自己花維修費 店家形象恐怕也因而受損 接下來五位斑馬旺家 新北市報導